在廖元天一生所记录的香港现今的念佛感应件文录第二册中记录第20个真人真事,二十,外母临终,诸念生息。 这章是一位佛学同学田居士的念佛感应章。 田居士多年前于大会堂听笔者的佛教净做法,有所体悟,亦是于实修上有所正德的奇异同学。 后有缘结是,深觉田居士是以有素根之士,其学佛情况,相信对不少人能有所启发,故特请他亲自执笔书写如下。 一,学佛背景 笔者自小虽就读基督教学校,但家母性封观世音菩萨,耳濡目染,并不排斥佛教,至小学五年级,约十一岁,时,有一下午在家中无事,随手翻开一本放在桌上的观音经咒 小册子中的心经,那时是我第一次看心经,顿觉当中一里无穷,虽未明其理,却感到十分熟悉亲切,当下不用五分钟以备诵全篇心经,并决定信奉佛教。 从此笔者开始阅读大量佛教的书籍经典,并在自己房间内安放一小佛坛,上学途中在校车内诵念,南无地藏王菩萨一千生,晚上临睡前拜佛及诵念心经,也在同学朋友间推广佛教的教义,记得每天早上集对前,同学们都会围成一圈听笔者讲述六道轮回及因果报应的道理和在佛书上的故事。 极致中学,笔者每天加诵大悲咒,金刚经和念佛,由于中学也是基督教学校,每天回到学校后,笔者均会在天台念佛以免影响他人,然后才上课,后来因需要出国念大学,笔者感人生无常,四于中学七年级出国前正式皈依三宝,成为佛教徒。 大学时期,笔者虽在美国,然而在房间内议设佛坛,亦会向同学朋友们随缘介绍佛法,同时,也开始接触静坐,当时有试过书席,观丹田等静坐方法,但都不得要领。 二,心法因缘 后来在美国读完大学返岗,至2008年姨妈介绍笔者至廖医生的佛教静坐法讲座,其中拳头的比喻形象化说明我们的心要如何做,对内心的念头及情绪不是以压服或忍耐对峙,而是以,来由他来,去由他去,不随不拒,不住不抗,放松地不理他,如水中泥沉,当水浸下来的时候,泥沉自然沉淀,心静之时,妄念情绪自然消退。 这才是佛教的心法,当情绪消退,妄念消失,人自然喜悦,清明愉悦的本性自然流出,自然开心,没有执着,也没有情绪地牵动我们去坐坐,这便是佛教所说的空,无畏,舍。 空不是什么也没有,而是空去烦恼执着。 听必讲座后,我才明白佛教要我们真正做的是什么,我回家后便每天如堂上时修时静坐,初时思想,念头,情绪停步了,而且都市人繁忙,要抽时间静静地做着什么也不做,感觉很浪费时间,曾多次想放弃,但想多生多世习气,正如的藏经约,难言伏体众生,起性刚强,难调难伏, 我这些业障深重之众生难免需更多时间,所以坚持。 3. 休息心法体会 静坐一年后,慢慢体会到静坐的好处,首先是自己发脾气时清楚知道自己在发脾气,慢慢就会越来越少发脾气,世自自然然不发,不用忍,渐渐待人和气,工作上很多事情越来越冷静,人也越来越放松开心, 当中有三件事发生使我感到心法休息的好处,一,有天和家人在酒楼吃饭,是因上菜时不慎将菜脂往我头上倒下,当时我只是平静地感到有东西倒在我头上,自然地拿手机清洁,又反问是因及身旁家人有没有烫到,再去厕所清理,全程没有生起过一丝愤怒,我家人也感到惊奇。 二,平常钢铁站入闸拍八打通时,如果有人在我前面拍不到或停在闸口慢慢拿卡的话,我内心会很生气,那怕阻碍只是几秒。 有天前面又有人停在闸口过不到,挡了我的去路,我却自然地想它也只是阻碍一两秒而已,不用动怒,我便自然地移过另一个闸口,没有生气,这两件事印证心法是有效果的,自此我在无怀疑并每天休息。 三,有天静坐期间,我感觉到有一刹那思想停了,眼前的画面没有了,那一刻的心是什么也没有的,虽然只有一刹那,但我当时体会到了什么是空,原来佛陀和众多祖师大德说的是真实的。 另外,修习心法也会帮助您的修行,因为您的执着烦恼会慢慢减少,慢慢您便可以放舍对食肉的执着而持素,放舍对钱财的执着而不失等。 我希望鼓励大家静坐心法必须要实修,要做,哪怕只是五分钟也好,让自己停一停,但是明白静坐道理但没有行动,对您是没有多大用处,关键是要做,我也是有每天五分钟慢慢增加,而且休息不一定要规定在家中或盘退,在上班途中或放工后坐车坐地铁时也可以的,还有就是要有耐心,要放松,不要急于求成,否则紧迫的心会使我们更烦恼。 给自己时间慢慢调试,慢慢揣摩,网上视频有《佛教静坐法》的讲座和实修,还有一位西医生所认知的菩提大道一书,可供大家可以试试参考。网上视频《佛教静坐法》的讲座和实修可在本频道找到。 4. 念佛体验 这里有几个我的念佛感应体验希望和各位分享一下。 1. 念佛愉悦 中学时,有一晚闲着无事,遂在自己房中学着僧人模样盘膝而坐,有别于平常早课时快速地念佛,笔者在心中缓缓送念,难无观世音菩萨名号,我想大概放慢至一至两秒才念一声难,然后又一至两秒才念一声无的速度。 不知不觉大约念了一个小时,起坐时顿觉神清气爽,心中喜悦无比,既平静,又喜乐,我由房中不出至厨房少少的时间,感觉每一步也是快乐的。 这状态维持大概二十分钟便开始消退,但这体验我一世也无法忘记,也证明了如果平常念佛,缓缓放松念佛却能放松身心。 二,念观世音菩萨退轨,那时我在美国读大学,在家中有自己独立房间,一天下课回家后,觉得很累,便把房门关上躺在床上休息,休息一两分钟后想起声,全身却突然动弹不得,只有眼睛能动,因为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我不经大惊,曾试过大叫,但喉咙也叫不出声来,直到是人家经常说的,笔鬼压了。 正字纳闷应该怎样时,突然耳边听到我的房间很吵吵,好像在开派对似的,有很多人在谈话,但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而我的眼睛一直是瞪着的,房间中根本一个人也没有,这时耳边的吵吵声突然减少,好像有人在我右方行过,接着我的右边大腿内侧好像有一只手向我的上身方向抚摸,我很惊慌,记得以前看佛书说为及时可念,难无关是因普通, 我无法出声,只好心念,难无关是因普通,说也奇怪,心中一念,难无关是因普通,那只手立即缩走,好像摸到火般缩开,这时我心中想,观音普通真厉害,但这念头一生气,那只手又按原路摸我的大腿,我心中十分惊慌,在念,难无关是因普通,那只手又缩走,这次我再也不敢停止心中念诵,难无关是因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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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难无关是因普通,难无关是因普通,难无关是因普通,念了约一分钟,耳边的草草声逐渐远去,再过一会,手脚也能动了,我惊出一身汗,急忙冲出房间和朋友诉说这体验,后来搬了房间,爸妈有一暑假过来探望,他们睡我的房间,我睡在客厅,一晚睡时,我突然醒来,望见时钟是凌晨三点,突觉全身动弹不得, 也叫不出生来,感觉到有一人站在我身旁望着我,心想,又来了,但这次有经验,虽在心中默念,难无关是因普通,只是念诵第一生时,我感到那位众生立即倒退至我身后的厨房,沿着墙壁一路快速飞出窗外里去,过了一会,我手脚也能动了,事后看书才知道念佛菩萨名号时佛菩萨会放光照念诵者,此强光轨道众生不能忍受, 故当我念,难无关是因菩萨时,那鬼自然要缩手记而顿走了 外母于2020年确诊末期胃癌,医生将未割去大半以防癌细胞扩散,但外母身体很弱,最终需送至医院留医 有一天,我心感到外母可能撑不多久,知道外母虽相信天道,但对观世音菩萨也十分尊崇,故和内子商量,可为外母紧急归一,并劝外母多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以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内子也是学佛之人,自小已不喜肉时,绝不碰牛肉和猪肉,为爱素食,他也同意 就在决定为外母归一当晚,内子收到医院方面来电,认为外母可能有紧急状况,呼吸开始困难,这其家人来愿,内子唤醒睡梦中的我,两人集至医院 那时外母呼吸已有困难,正大口大口吸气,不能说话,但人清醒,我和内子安慰了他一会,并者外母如果死后,要跟从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走,切勿跟亲人走,外母点头答应,我和内子看情况越来越急,我问外母,你愿意观世音菩萨来救你吗? 外母点头,我朝归一闻为外母受三归一,忏悔,发愿等,并为其送念心经,六字大明咒,往生咒及大悲咒,然后者其在心中念诵,难无观世音菩萨,圣号 然后我也在电话播放念佛机,因地藏经上说,未来现在诸众生等,明命终日,得闻意佛名,义菩萨名,一辟知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 阿弥陀经上说,应称归命无量受佛,如是至心,令身不绝,具足时念,称难无阿弥陀佛,称佛名固,于念念终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终之时,见经莲花,犹如日轮,筑其人前,如以念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爱大悲心陀罗尼经,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微神之力, 以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好正法名如来,大悲愿力,为与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故作菩萨,如等大众,诸菩萨摩赫萨,办事龙神,皆因恭敬,陌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终往生阿弥陀佛国 外母情况越来越差,气息微弱,外父,姐姐,姐夫,弟弟已相继到达,我和内子则不断为其送念,难无观世音菩萨,外父,姐姐,姐夫,弟弟见我俩拼命念佛义和长助念,内子并嘱咐外母安心走,要跟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走,不要跟我们走,全家人并没有大声哭泣, 共同为在床边和长不断送念,难无观世音菩萨,祈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接引外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后来,外母气息已断,护士宣布外母已离开人世,这时,我向外母继续大声念佛,轻摸她的脚,手,颈和额头,发觉已冰冷,但摸其头顶,则温热不退 记得佛教中说,若人死后头顶人热,乃成功往生西方极乐之征兆 若死时,额头热则未升天,若脚热则未落地遇到 我向家人说明,内子和姐姐一亲摸,君泽泽称奇,并感恩观世音菩萨之慈悲 第二天午餐时,内子在厨房切菜时,嗅到外母的气味,泪流满面出来和我说明外母可能回来了 我跟内子说如果外母在,不要哭,我们当空跟她说,你不用挂心我们 我们会好好的照顾自己和对方的了,你安心去吧,去极乐世界 挂念我们时则向观音菩萨请假,下来探探我们就好了 接着,我和内子都听到,沙沙,像有东西拖着地的声音 我们想外母可能离开了 接着几天,我们为外母放声,念佛,回向给她 第六天晚上,内子在为外母念佛,我刚洗完澡,拿了念珠,也为外母念佛,念了几声 在心中突然现出外母模样,她微笑着跟我说话,我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在心里跟她说,是外母吗? 如果是,请发出异生物的声音让我知道吧 接着,林家的狗立即废,我确定是外母来了 我在心里跟她说,外母有什么话要跟我和内子说吗? 这时,外母跟我说,你们不用担心,我很好 你们为我做的我已经收到了 我推断应该是指念佛放声回向的功德 我很好,阿伟在那边会照顾我的,我要走了 我说,如果我和内子想找你应该如何,她说,你们在你的心里找我就会找到了 我走了,她好像很赶时间 然后,我又听到我念佛的声音 我和内子说明,并问她有没有亲戚叫阿伟 内子不知,问遍亲戚也说没有 我们遂上网查核,发现西方极乐世界有菩萨名曰,阿伟悦志 我和内子认为应该是外母记不到常的名字 故只说,阿伟两字 我和内子只有继续多放声念佛 以报答观世音菩萨的大恩大德 笔者写出自身经验希望向各位强调 念佛感应是真有其事 各位如果遇到任何困难危及之事 请念,难无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会救你的 只要你肯念,佛菩萨一定会回应的 他们出手或不出手时都会是为了你的益处的 今日先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赞和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按订阅 祝福您幸福快乐,福会增长,阿弥陀佛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